大家好,我是愛玉眼神 我今天帶給大家 明朝紫金觸也會採集113加45速刷 是新武器鍛造 首先我們打開小地圖 來到雲林谷碟石瓶左側的傳送點 傳送奶出來就我們往前 然後一直往前走 我們來到前方懸崖的鏡頭 來到鏡頭之後 然後在我們的南方向小地圖下方 我們往前 然後前方這一個岩石 有一個尖尖的這個大尖刺 我們來到一個大尖刺的下方 來到它的下方之後 我們從這個右側往前繞一下 然後打開我們的 這叫什麼來著 趕這麼快 然後貼了這個繞一下 然後繞過來 這也就是一個 接著在我們的東北方向 小地圖右上角我們翻上來 來到這一個無音區的正中間 我們來到無音區的正中間 來到中間之後 在我們的東北方向 小地圖右上角 我們朝這個方向往前 然後前方能夠看到一棵樹 就是歪著的樹 然後我們來到這個歪著的樹的下方 來到下方之後 在我們的東方向 小地圖右方 我們往前 然後貼著我們右側這個山體往前走 然後前方就能夠看到一塊 然後我們給它打掉 拿完之後 然後在我們的南方向 小地圖下方 我們朝這個方向往前 然後一直往前走 然後我們來到前方的邊上 我們往下看 在前方 就是下方這個地方 我們能夠看到一塊 哦 真正 接著在我們的 就是東南方向 小地圖右側角 朝這個方向往前 然後前方 一條小土路 然後我們順著這個小土路 往前走 然後拐拐來之後 看我們的右前方 有一棵橫著的樹 在它的前方 這個橫著樹的前方 在它的這個最前端這裡 又能夠看到一個 然後在我們南方向 小地圖下方 繼續往前 我們一直沿著這條小道 我們往前走 一直往前走 然後前方我們能夠看到一個怪 在這個怪的左側 在左側牆體 然後我們開架桿這麼快 然後這裡能夠看到兩塊 最後打完之後 然後我們來到東南方向 小地圖右側角 我們來到對面這個山體 然後貼著山體 然後我們往前走 貼著山體 然後我們跟著山體走 一直貼著山體走 一直貼著山體走 然後這個山體拐進來 我們也跟著拐進來 然後繼續沿著一條小道往前走 然後前方有一個插入口 我們往左拐 在這個削土道的插入口 我們左拐 然後一直往 一直往前 然後這個時候你右前方 能夠看到一個碎石塊 在這個位置 這個碎石塊打掉之後 然後裡面就有 就是一個 接著我們打開小地圖 再返回龍望郊 左上角的乘重點 出來之後 在我們的西方向 小地圖左方 我們朝這個方向往前走 就這個方向我們一直往前走 不需要拐 然後在左前方 這個左前方的山體這裡 我們就能夠看到兩個 這個 這叫 這個礦石 我們把這兩個打掉 打掉之後 我們南方向小地圖下方 我們爬上前方的山 然後一直往前走 然後在前方這裡也我們 跳下來 跳下來之後我們再回頭 回頭在我們的東北方向 小地圖右上角 朝這個方向 跳下來 然後貼了我們左側的山體 然後你開一下趕這麼快 直接能夠看到一個 接著我們打開小地圖 看一下我左側 這一個位置我也標了一個點 但是它太遠了 然後我就不帶你們去拿的 這個地方也就只有一塊 然後又廢視 然後我們來到 迎波海右上角的傳送點 傳送點出來之後 在我們的就是 看一眼就是西北方向 小地圖左上角 我們朝這個方向往前走 然後在前方的山體 然後在前方的山體 我們就能夠看到兩個 我們就能夠看到兩個 紫金處 然後在前方的山體 我們把這兩個打掉 我們把這兩個打掉 打掉之後 我們西方向 小地圖左方 朝這個方向往前 我們每次往前走 我們一直往前走 來到這個聖塔的位置 來到這裡之後我們南方向小蝶豬下方往前 然後跳下前方的這個懸崖我們跳起來 跳下來之後我們東西南方向小蝶豬主那些角 我們朝這個方向貼著山蝶往前走 然後前方就能夠看到兩塊 接著我們再傳送回迎波海右上角的傳送點 傳送點出來之後在我們的就是 看一下東方向小蝶豬右方我們朝這個方向往前 然後前方我們能夠看到一個營地 在這個營地的左側這個山 它左側有一個小石塊 看到嗎?在左側有一個小石塊 這個小石塊這個右側這裡有兩個 然後之後我們東南方向小蝶豬右下角 我們朝這個方向往前 然後前方一個小土道 我們來到這個小土道上 好我們來到土道上之後 接著在我們的東北方向小蝶豬右上角 我們左前方這一個大山 接著在山上我們就能夠看到一個 只有兩塊 這電視有兩塊 接著我們打開小地圖 來到荊豬城 丙庭山的傳送點 傳送點出來之後 看一下在我們的就是 南方向小蝶豬下方 我們往前走 然後順著這個小土路往前走 然後跳上來之後一個岔路口 我們走右側的岔路口 然後繼續往前 一直沿著這個小土路往前走 然後來到土路的盡頭之後 然後在我們的就是東南方向小蝶豬右下角 我們朝這個方向 然後打開滑江傘 然後往下看 左側有一個小瀑布 這個小瀑布 所以右側有一個石 石叫什麼來著 在這個右側的這一個小平台上 然後在這裡有一塊 打完之後 然後在我們的東北方向 小蝶豬右上角 朝這個方向我們往前 然後我們一直往前飛 然後繼續往前 然後來到這裡之後 我們左側有一個特別大的一個高的一個山尖 一個山 然後在它的山底下 往前飛就能夠看到這裡 這個 這個位置有兩塊 打完之後 然後在我們的西方向小蝶豬左方 我們貼著左側這個山底往前走 貼著左側走 然後可以開架我們的桿這麼快 然後前方能夠看到一個小石怪後方有兩塊 然後我們繼續往前 打完之後我們繼續往前走 然後我們現在游到這個海灘的另一面 海灘的對面 然後在我們右前方能夠看到兩個河豚 還有一個採集物 我們來到這個位置 來到這個位置之後 然後在我們的就是西南方向小蝶豬左側腳 我們朝這個方向往前 然後再往前 再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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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前方還有一棵樹 然後我們前方還有一棵樹 我們爬到這個樹的旁邊 然後上來之後 就能夠看到有三塊 打完之後 然後在我們的北方向小蝶豬上方 朝這個方向往前走 一直往前 然後前方 我們開架桿這麼快 在我們的左前方 這裡就能夠看到 這裡有兩塊 打掉之後 然後在我們的西北方向小蝶豬左上角 從這個山體的縫穿過來 穿過來之後 下方又是兩塊 打完之後 然後在我們的西南方向小蝶豬左側腳 朝這個方向往前 然後前方這裡又是一塊 開 開 我們打開 我們打開小地圖 來到中曲台地的中蘇性標傳送點 傳送點出來之後 然後看一看 在我們的就是西方 西北方向小蝶豬左上角 朝這個方向往前 然後這個地方 我們一直往前走 然後在我們的前方 這個前方山 山體這裡 開一下我們的桿子有沒有快 這裡就能夠看到一塊 拿完之後 然後在我們的西南方向小蝶豬左下角 我們開一下趕這麼快 在我們的下方 又能夠看到一塊 拿完之後 我們再返回這個中蘇性標的傳送點 出來之後 然後看一看 在我們的南方向小蝶豬下方 朝這個方向往前 然後在我們的前方有一個尖尖刺 它旁邊還有一個紅明怪 在這個旁邊的尖尖刺的後方 讓我們開一下趕這麼快 在這個尖尖刺的後方有一個 拿完之後 然後在我們的西南方向小蝶豬左下角 朝這個方向往前 我們爬上來 爬上來之後 前方 這個有一個房子 在一個房子前方有一堆 叫碎石塊 然後這有一個紫色的草叢 在這個草叢裡面 在這個草叢裡面是一塊 然後這我們再傳送到我們現在所在位置 右側的這一個傳送點 傳送點出來之後 我們往前跳起來 跳起來之後 在我們的身後 這裡就有四塊 打完之後 看一下在我們的東北方向 小蝶豬右上角朝這個方向往前 然後從前方這個小道這裡 這個有一條小土路 我們從這個小土路往前走 然後往前看 往前看 這裡有兩個小怪這裡 然後這個地方有兩塊 就是帕魯 這兩個帕魯這裡 然後接著在我們的西方向 小蝶豬左方我們朝這個方向往前 我們竄過來 然後一直往前走 走到前方 我們繼續往前 然後能夠看到一個小水潭 我們先來到這個前方看到小水潭了 來到小水潭這裡之後 在我們的右前方 開架我們的桿這麼快 然後這裡能夠看到兩塊 拿完這兩塊之後 我們東北方向 小蝶豬右上角朝這個方向往前 然後前方我們來到小土路上 我們先走到前方這條小土路 來到小土路之後 我們左拐往上爬 來到前方的山 三岔路口 好我們來到三岔路口之後 在我們的東北方向 小蝶豬右上角 朝這個方向往前看 這裡能夠有一塊 拿完之後 然後之後我們貼著這個山體 繼續往前走 然後這裡又有一塊 接著我們東北方向 小蝶豬右上角我們爬上來 然後繼續往前 爬上 爬上來之後 前方又能夠看到一塊 接著我們打開小蝶豬 來到我們右側的這一個乘送點 在我們的西方向小蝶豬左方 這裡就能夠看到兩塊 接著我們 拿完之後 然後看一看 在我們的東方向小蝶豬右方 朝這個方向往前走 然後前方我們跳下來 跳起來之後 跳起來之後 在我們的東南方向小蝶豬右上角 朝這個方向往前 然後貼讓我們前方這個山體 也往前走 我們貼著山體走 好貼著山體拐過來之後 這裡就能夠 然後我又看到兩塊 是一個兩個 打完之後 在我們的南方向小蝶豬下方 往前 前方有一個小石塊 在這個小草叢後面 這個小草叢後面的石塊 然後我們來到這個石塊的另一側 然後這裡又是一塊 接著我們打開小地圖 來到下方的山松點 出來之後 看一下在我們的 這應該是 南方向小蝶豬下方 我們往前 然後前方 這個小石岸邊 我們 跳起來一層 只跳起來一層 然後在我們的西方向小蝶豬左方 貼著我們右側的一個 山體牙往前走 然後開一下我們的桿之門塊 在這個草叢後方 這裡又是兩塊 拿完之後 然後在我們的東南方向 小蝶豬右上 右下角 我們朝這個方向往前 然後前方我們 跳起來 直接跳起來 跳到最下方 然後在我們的東方向 小蝶豬右方 朝這個方向往前走 然後前方就能夠看到兩塊 拿完之後 然後在我們的 南方向小蝶豬下方 我們往前 來到前方這個山體 前方山體 最矮的就可以 然後我們貼著它 往前走 然後繼續往前 然後這裡又能夠看到兩塊 拿完之後 在我們的東方向小蝶豬右方 朝這個方向往前 然後開一下我們的桿之門塊 在左前方有一個山兔 小凸起 就一個小凸起 這裡 然後這裡就是 有兩塊 我們打開小地圖 傳送到就是 荊州城 城外上方的傳送點 傳送點出來之後 照我們的 看一下 東北方向小蝶豬右上角 朝這個方向往前 然後前方我們能夠看到一個 山洞 這是一個一堆樹 形成的一個洞口 那我們進這個山洞的洞口 然後進裡面之後 大概有六塊到七塊 然後這個是 這個怪還有這個帕魯 給我打掉了幾塊 然後我這裡現在是只有五塊 應該是有六塊到七塊的 欸 嗨 這兩塊 然後這裡還有三個 接著我們打開小地圖 來到原點科考站 這一個深淵的傳送點 傳送點出來之後 我們要來到這個山的後方 我們要來到這個山的後方 我們可以從這個旁邊的柱子爬一下 爬上來 然後來到它這個正後方 從右側我們爬一下 然後再爬一下這個山體 然後前方 我們一直往前 在這個它的正後方 這有一個小島 然後我們來到這一個小島 然後我們來到這一個小島上 其實是兩塊 拿完這兩塊之後 我們再回頭 在我們的西方向小地圖左棒 在一個山體這裡 又是兩塊 下 前 接著在我們的北方向 小地圖上方 往前走 然後我們左側 你有一個小洞 我從這一個小洞這裡 往拐進來 拐進來之後 我們往前看 然後就朝拐進來這個方向 一直往前走 不要順著敲土魯走了 就往前走 然後前方這個小山 我們也翻過來 翻過來之後 我們就 跳起來 下方就能夠看到兩塊 然後接著 在我們的北方向 小地圖上方 朝這個方向往前 我們需要來到 對面的小島上 好 對面這個小島 然後有一個熊 我們能夠看到一個熊怪 在他右側的山呢 在他右側的山 在他右側的山 有一個 有兩塊 好 我們這裡就能夠看到兩塊 接著我們打開小地圖 來到荒石高地中樞性標的傳送點 出來之後 然後看一眼 我們北方向 小地圖上方 我們往前 沿著這個小土魯往前走 然後走到 來到前方這一個 三 三岔路口的地方 來到三岔路口之後 然後在我們的 西方向 小地圖上方 這裡有一個小山 我們爬山這一個小山 他後方的這個小山 爬山 爬上來之後 在我們的前方 就能夠看到一塊 拿彎之後 然後在我們的東南方向 小地圖右下角 往前 然後跳下來一層 跳起來一層之後 然後 在我們的 北方向小地圖上方 然後這裡 又是兩塊 接著我們打開小地圖 來到左側的這一個 乘送點 乘送點出來之後 在我們的西南方向 小地圖左下角 朝這個方向往前 那你可以開一下我們的小地圖 前方有一個 三岔路口 我們來到 三岔路口的地方 那你開一下 趕這麼快 在這個 三岔路口的前方這個地方 就能夠看到有兩塊 還有兩個 一個帕魯在這裡 打完之後 我們再次 傳送回剛才的 繼續傳送點 傳送點出來之後 在我們的北方向 小地圖上方 朝這個方向往前 然後我們一切往前走 然後在前方 依然有一個 三岔路口 我們來到這一個 三岔路口這裡 來到這裡之後 然後在我們的 東方向小地圖右方 這裡有個 山洞 我們進這個山洞 進 山洞之後我們貼著左側啊 我們貼著左側走 沿著這個小道 然後我們開一下趕這麼快 開一下趕這麼快 在這一個後方 就是火球的後方那個山 山這裡 又是兩塊 三塊 這個地方還有 開一下趕這麼快 這位就藏了一個 這個 接著我們打開小地圖 來到 看一眼 這是 我們現在鎖在 位置的 右上角的傳送點 出來之後在我們的東方向 小地圖右方 朝這個方向往前 然後打開環牆傘 然後前方有一個 有一個山體啊 小石塊 在這個小石塊的 右上角 還有一個更小的石塊 然後在這裡 還有有一塊 那我們挑起來 把這個打掉 你看不見的話 就可以開一下趕這麼快 打完之後 然後看一下 在我們的 這是哪裡 東方向 小地圖右方 朝這個方向往前走 然後可以看一下我們的左前方 我們左前方有幾個尖尖刺 然後還有一個斜出來的石柱 我們來到這個石柱這裡 旁邊前方還有一堆什麼紫色的草啊 來到這裡 你可以開一下趕這麼快 這個紫草這裡有一塊 打完之後我們繼續 往前 翻一下 翻過來 然後在這個尖尖刺這裡 又是兩塊 然後我們接著東北方向 小地圖右上角 朝這個方向往前走 然後前方能夠看到一個小土路 我沿著這個小土路往前走 好走到了盡頭 走到盡頭之後我們繼續東北方向 小地圖右上角 然後前方有一個分叉的樹枝 在這個分叉的樹枝右側 這裡能夠打掉一塊 然後前方 然後接著我們北方向 小地圖上方 朝這個方向往前 然後在我們的左前方 這一個廢墟這裡 開架桿這麼快 然後這裡又能夠看到兩塊 就是兩個嘛 就是兩個 這邊有兩塊 然後我們接著 繼續北方向小地圖上方 往前走 然後在我們的左前方 能夠看到一個生塔 看到了嗎 我們來到這一個生塔 還是櫻波塔這裡 我來到這個地方 好來到這個地方之後 然後在我們的正前方 能夠看到這裡有兩塊 在這隻枯谷旁邊 然後接著我們回頭 在我們的東南方向 小地圖右下角 在我們的東南方向 這一個骨頭這裡 又是一塊 接著在我們呢 就是 看一眼啊 西方向小地圖 小地圖左方 朝這個方向往前走 然後前方有一堆水 在這個水灘 在我們右前方 能夠看到一個 尖劍刺啊 有一個特別 比算是大的尖劍刺 在它的下方 還冒著一堆氣 一堆氣體 在它的下方 開一下趕這麼快 然後這個地方 又能夠看到兩塊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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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我們打開小地圖 來到我們 這個指戈關卡 左上角的沉沖點 沉沖點 沉沖點出來之後 我們往前走 然後前方 這個廢棄公路 從廢棄公路 左側 外側啊 左外側這裡 往前走 然後前方 能夠看到一塊 打完之後 我們打開小地圖 來到 遠望營地 左側 啊不是 啊那個 凋零防線啊 凋零防線 左下角的沉沖點 沉沖點出來之後 在我們的 西北方向 小地圖左上角 朝這個方向往前 然後我們爬下面前的 接觸了山 然後我們爬上來 爬上來之後 繼續 西北方向 小地圖左上角 朝這個方向往前 然後前方 你開一下趕這麼快 就能夠看到這 就是 兩塊 還有兩個帕魯 小地圖 然後接著 我們打開小地圖 來到 上方的傳送點 遠望營地 上方的傳送點 傳送點出來之後 我們沿著這個 前方的小土路往前走 然後我們往前走 前方有個小岔路口 我們是往左側這一個 就是我們的前方向 然後可以開一下我們的趕這麼快 繼續沿著這個方向往前走 你開一下趕這麼快 然後在我們的右前方 你就能夠看到一個 就在這個小土路的邊上 打完之後我們 東北方向 小地圖右上角 朝這個方向往前 然後前方 我們又看到這一個 環形的小土路 我們走我們面前的這個土路 我們往前走 我們一直往前走 然後沿著小土路往前走 然後前方能夠看到一個 躺著的 翻車的坦克 我來到翻車坦克這裡 然後看一下 在我們的 就是 東南方向 小地圖右下角 這裡能夠看到一個紅針 來到這個紅針 礦石的旁邊 這裡有兩塊 紙 接到什麼紫金處 接著我們來到北洛野 北洛野 這是北洛峽谷 右下角的乘寸點 乘寸點出來之後 在我們的東方向 小地圖右方 朝這個方向往前 走到小土路上 然後我們 沿著這個小土路往前走 一直沿著小土路往前走 一直沿著小土路往前走 來到河的對面 然後接著沿著小土路往前走 然後我們走到這個前方樓梯上 然後我們繼續往前 我們要來到樓梯的最上方 然後我們來到樓梯最上方之後 在我們的 然後看一下 東南方向 小地圖右下角 朝這個方向往前 然後我們從這裡跳起來 從這裡跳起來 好 跳起來之後 在我們的東北方向 小地圖右上角 我們貼著一個山體 我們往前走 然後前方就能夠看到一塊 跳 然後接著在我們的北方向 小地圖上方 我們朝這個方向往前 然後我們爬上來 一路往前爬 爬 爬一下對面的山 依然是北方向 小地圖上方 然後前方有個飛機公路 然後繼續往前 來到前方 我們開架桿這麼快 這個地方能夠看到兩塊 嗨 接著我們打開小地圖 來到我們就是右上角的傳送點 傳送點出來之後 在我們的東方向 小地圖右方 朝這個方向往前 然後前方這裡 我們翻一下 這個牆我們翻一下 然後從前方懸崖 我們再跳起來 好 跳起來之後 在我們的北方向 小地圖上方 這裡就有一塊 接著我們繼續往前 貼著這個山體 貼著山體 我們往前走 剛才那一個是有一個岩石塊了 你是打碎了之後才會出現 那我們繼續往前走 然後前方看到一個生塔 我們來到生塔這裡 來到生塔這裡之後 然後看一下 在我們的西方向 小地圖左方 在我們的左前方 就能夠看到 龐貝還有一堆帕魯 所以我們把這個打一下 然後把這個打一下 這裡有兩塊 接著我們打開小地圖 來到我們最左上角的這一個傳送點 那邊 傳送點出來之後 在我們的東北方向 小地圖右上角 朝這個方向向前 然後在前方 我們就能夠看到有幾個礦石 然後我們繼續 貼著前方這個山體往前走 阿 你就能夠看到前方有一塊 然后接着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小滴出右下角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我们爬上来 爬上对面的这个山 然后贴着我们最为的山顶啊 我们爬到这个山的山顶 我可以抬头勾一下勾锁 我们勾一下勾锁 一直勾到山顶勾到山间 好 我们来到山间 我们走到最前方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北方向 小滴都上方 我们往下看 然后前方能够看到 有两个闪闪发光的矿石啊 我们在这个矿石的旁边 我们往下看 在这里有一块 然后接着在我们的南方向 小滴都下方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一直往前走 然后来到前方的悬岸边的地方 然后我们跳起来 一直往下跳 一直往下跳 然后这里能够看到一个矿石了 然后我们接着往前走 跳 翻过来 翻过来让我们回头 然后这里就有一块 然后之后在我们的西方向 小滴都左方 我们朝这个方向往前走 一直往前走 依然是贴了我们的山体啊 贴了我们的山体往前走 然后这个山体拐了 那我们也跟着拐 好 然后贴着山体往前走 然后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你会看到一个碎石块 这个碎石块的话 我们先接着往前走 沿着山体往前走 这里有一个金石 你拿起来 拿起来 这个金石把这个碎石块拿掉 里面就有三块 声音在消失 首先紫金处实在太多了 给它分成了上下两半 下半的话带你们找一个密集的点位 它们已经能刷新 然后需求量不是很大 带你们全赌跑的话 有些太浪费时间了 然后就带你们找一些密集的吧 然后我们先来到洛定岭 桂居港市洛定岭的传送点 传送点也出来之后 然后看一下在我们的南方向小基督下方 我们进入前方的山洞 然后进入山洞之后 在我们的前方 你开一家赶这么快 前方也有两个 然后我们继续往山洞里走 一直走到一个 我们视野变开阔的地方 然后这里有个火球 我们来到火球这里之后 我们继续往前 跳下来 跳下来之后 继续往前走 走到我们的水里 走到水里之后 在我们的西方向 小地图左方 你看一眼开架赶这么快 在这个前方的小平台上 在这个小平台上 因为能够看到山块 打完之后 我们再跳到这个水里 跳到水里之后 然后在我们的东方向 小地图右方 我们朝这个方向往前走 然后走到前方有一个 就叫小岛上吧 这个山洞里的这个小石块上 在这个小石块上 来到小石块上之后 然后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小地图右斜角 朝这个方向往前 来到前方墙边 来到墙边 这我们 西南方向 小地图左斜角 朝这个方向往前走 然后在前方 要出洞口的地方 你可以开些赶这么快 在这个洞口这里 这里有两块 接着我们打开 打开小地图 来到重击步道 右侧的传送点 如果说你这个地方进不去 你就需要做一个叫什么线 叫什么线 线比 叫线比还是什么的一个任务 那个是需要两步 你做完之后 你才能够进来的这个山洞 然后我们跳起来 来到这个山洞路口 然后往里走 走进来之后 在我们的右前方 就能够看到一块 打完之后 我们继续往里走 走到里侧 走到这一个小怪这里 这里有一个怪 还有一对架子 然后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小地图右下角 这里有一个小洞口 我们从这个洞口 进来 里面是两块 强 打完之后 打开小地图 我们往下拉 来到中央巨龙 右下角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在我们的东方向 小地图右方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前方我们 一直往下跳 跳到最下方 好 我们跳起来 跳起来之后 在我们的南方向 小地图下方 往前看 这里能够看到一块 然后我们继续 再往前走一点 贴着这个墙地往前走 又能够看到一块 接着在我们的 这是东方向 小地图右方 朝这个方向往前走 然后来到前方的 河中央 我们来到前方 河中央 我们来到河中央之后 我们南方向 小地图下方 我们往前 然后看我们 左前方有一个山体 然后我们贴着一个 山体往前走 贴着山 山体往前走 然后开架赶这么快 然后这个地方 能够看到一块 然后找到这个地方 这个回头 我们再回下头 这个地方还有一块 这是两块 接着我们打开小地图 来到我们右侧的 这一个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在我们的南方向 小地图下方 往前 让我们跳起来 然后我们跳起来 跳起来之后 然后在我们的西南方向 小地图左下角 就能够看到一块 让我们再回下头 回下头 在这个山体 我们贴着山体 又能够看到一块 然后这是两块 接着我们打开小地图 来到 愿鸟泽 雨露湿地 这一颗下方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在我们的西北方向 小地图左上角 朝这个方向往前 在前方 我们就能够看到一块 闪闪发光的 我们一直往前走 前方有一块 打完之后 然后在我们的西方向 小地图左方 我们先跳上来 就能够看到 在我们的左前方这里 能够有两块 打完之后 然后在我们的西北方向 小地图左上角 你看一下 这个地方又能够看到两块 然后接着我看一下 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小地图右下角 朝这个方向往前 往前走 然后看一下 我们左前方和右前方 都能够看到两块 各有两块 我们先把这个下方的两块给它打了 打了之后 我们再爬上来 把另两块给它拿掉 然后接着我们东南方向 小地图右下角 我们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爬上来 一直往前走 然后前方悬崖 然后我们打开怀想伞 然后往山洞里看 往南方向小地图下方 就能够看到这里有 超级多 就是 看一下左右各有 左侧是一二三四五 大概有五块 然后右侧的山体上 还有一块 十一 二 三 四 然后我们跳起来 然后就五六 Charge 然后我们回头 然后来到另一侧 我们爬上另一侧 刚才还有一个 还有就是七 拿完之后我们再回头 我们回头跳起来 好 跳起来之后 看一下在我们的南方向 小地图下方 往前走 然后在前方有一堆花 这里有一堆花 然后继续往前走 然后就能够看到一块 花 拿完之后 然后在我们的西北方向 小地图左上角 朝这个方向往前走 然后这里又有一块 查 接着我们打开小地图 往上拉 来到 这一个是 绝林霞的 叫什么 意想其境的传送点 成送点出来之后 然后在我们的东方向 小地图的右方 然后往下一点 然后你这里能够看到三块 然后接了北方向 小地图上方 这个地方又能够看到两块 接着在我们的西北方向 小地图左上角 这里能够看到三块 接着我们打开小地图 来到这鸳鸟泽港口 左侧的这个承送点 出来之后 在我们的东北方向 小地图右斜角 我们朝这个方向往前 我们一直往前走 然后前方这个石块 我们也直接就翻过去 直接爬上 就翻过去 然后我们继续往前 然后前方 是一个悬崖 我们能够跳起来 然后在这里 我们打开一下怀想伞 跳起来打开怀想伞 然后在我们的东方向 小地图方 这里有一个小土路 我们来到这个小土路上 然后一直往前走 然后我们往前走 前方就能够看到三块 最后的机会 发 山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